一个十八线小艺人冒充京城第一女大佬花姐的私生女儿 到处搞钱规则 打压一几 她打压到我头上的时候我都懵了 搁着狼人汗跳呢 好家伙 你是花姐的女儿 那我是谁 尊敬的公主王子们 请给小朵一个关注吧 好不好吗 求求你们啦 正文现在开始 缔造101节目组 在我海选成功入围之后 我和其他五位女生被分到了一个六人间 当天晚上 一个看上去只有18岁 但眼神里透露着沧桑的少女 带着三个女孩子推门进来 她目光在我们房间扫尸了一圈 对着摄像大哥说 大哥哥 先把机器关了 隐藏摄像头也关了 我有几句话想跟这边的人说 摄像大哥迟疑了一下 关掉镜头 说道 韩姐 三分钟 说完 摄像大哥离开了我们宿舍 那个被称作韩姐的女人 走到我的铺位前 盯着我问道 你就是董小姐 是我 我很不喜欢她的咄咄逼人 但初次见面 我还是应了一声 据说你是唯一一个海归伯克利音乐学院回来的 是吧 是不是唯一我不知道 我倒是还没发现其他校友 莫非 像你这种外国留学回来的 普遍不懂事 所以我有必要提醒你 在我们这 要讲规矩 是龙你给我盘着 是虎你给我握着 我好心提醒你 不要不识台具 这个被称为韩姐的人 说完后 好不拖泥带水 转身离开了 我转头问一个叫王贵局的室友 这女的是谁啊 王贵局虚了一下 靠近我的耳边 小声说道 韩姐 庄曾韩 前两年其他卫星频道的选秀冠军 据说是京城第一女大佬 花姐的女儿 你不要招惹她 我妈啥时候给我生了姐姐还是妹妹 好笑 顾不得深究 我又问室友 她刚才跟我说的那些话 啥意思 意思是 明天的个人进眼秀 你不要表现太好 据说她是内定c位的人 我靠 内定c位 那这选秀还有什么意义 怪不得我妈不想让我参加 确实乌烟瘴气 正当我义愤填膺 不吐不快的时候 摄像大哥进来了 再次打开了摄像机和隐藏摄像头 全程记录我们的状态 我放弃了跟室友吐槽 一个人躺在床上 盯着天花板陷入沉思 去年我从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 我跟我妈说 想参加缔造101的选秀节目 我妈直接不同意 说那玩意意义不大 如果想出道 直接给我找个唱片公司好了 当然 最好不要出道 有个兴趣爱好自娱自乐 然后安分手挤过一辈子 比什么都强 我问为什么 我妈说当初就不想让我学音乐 这个圈子并没什么好的 但看我实在热爱就答应了 现在完成学业 还想入圈 那是万万不能的 一旦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当成职业 那么 这个兴趣爱好算是毁了 我反驳我妈说只有参加竞争 才能了解国内市场 了解市场 才能表演出年轻人喜闻乐见的作品 我妈冷笑 说我幼稚 我说不过她 只好撒娇了 我妈看就不过我 表示同意我参加选秀 但前提条件是 她不会给我任何资源倾斜 也不允许我在同行面前 说出她的名字 我懂 你铁面无私 我还不想占你光呢 否则到时候 万一我站上C位 大家会说全靠我妈 如果我连十强都进不了 我相信人间正道是沧桑 只要是金子 在哪都发光 一切外力都是锦上添花 个人能力才是雪中送炭 至于那什么壮增寒 威胁我 有多远滚多远 我只要好好做自己 就是了 想到这里 我安然入睡 大概是睡眠好 以及我一早起来练声开嗓 第二天的个人敬演超常发挥 录制结束后 王贵局凑到我跟前 兴奋的说道 小董妹妹 你唱的也太好 太有范儿了 跳的也好 你怎么这么厉害 我仔细回忆了一下 说道 我发现我上场的时候 无论是XDT舞蹈天团 还是音响老师 还是灯光舞美老师 都是国内顶级的 他们功不可没 可是 为什么有些人没有这个待遇呢 难道 一想到这里 我还是有点害怕 怕我妈干预了我的参赛 节目也不全是黑幕 很多时候还是公平的 对于海选表现突出的选手 老师们心知肚明 都是愿意锦上添花的 王贵局羡慕地说道 那就好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寝室 一下把自己撂在床上 还没有休息两分钟 韩姐请你喝奶茶 我这是第一次被人喊大姐 弄回一下子顶上我的脑门 我头也没回 说俩字不去 王贵局小心提醒我 说让我控制情绪 我们房间有摄像头 我一想也对 迅速平复了自己的情绪 再转念一想 我也很好奇 庄曾韩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我决定去看看 去庄曾韩房间的路上 王贵局扯了扯我的衣袖 小声说 你不该答应去见他 哎 不见他 显得我怕他似的 别担心 我安慰菊姐 庄曾韩的房间 是一个二人间 不过房间里坐满了人 显然 这不是节目组提供的房间 庄曾韩指着他跟前的榻榻米 让我们坐下 并让子依拿一杯奶茶给我 子依笑眯眯的答应 转身拿过奶茶 并问我要不要帮我打开 我说 不用 我话音未落 只听到一声低沉的闷响 王贵局头上 背上 撒满了热乎乎的奶茶 子依大叫 哎呀呀 对不起 不小心撒了 他一边夸张地掏出卫生纸 帮菊姐擦衣服和头发 一边幸灾乐祸 我看明白了 他这杯奶茶 本来是想领我的 只不过菊姐替我挡了 我愤怒地盯着子依 让他给菊姐道歉 菊姐却肯求我 不要多事 子依是不小心的 我看向庄曾韩 说道 让你的狗手脚干净点 你不是找我吗 有话说 有屁放 庄曾韩显然没有想到 我会这么强硬 他直接被我气笑了 他站起身 围绕着我走来走去 边走边说 董姐火气这么大 咱也不知道 是仗了谁的事 仗我自己的事 不行吗 那就好办 仗着自己有点能力 唬了巴基是吧 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小才华 有点性格 就在我这里耀武扬威 你们海归不懂人情事故 自我清高的毛病 看来我还是得跟你说 透一点才行 庄曾韩跟我讲了一堆什么 金城水深潜规则之类的废话 我一句都没听进去 他看我无动于衷 开始跟我谈交易 大概的意思是 在未来的竞争中 他要做鲜花 让我做他的绿叶 如果我答应 他会考虑让我直通前十 并且在成团结束后 安排我进某一线视频网站 S级的大网剧中担任配角 他直言相告 某一线视频网站 电视剧业务的总监 制片人杜学冠 是他的表哥 如果我不答应 那么下一步 我就会出局 因为几个导师 全都会卖他的面子 或者卖他背后的人的面子 尽管我偶尔听到过 国内圈子里一些肮脏的内幕 但是 庄曾韩这样赤裸裸的当面告诉我 我还是觉得很恶心 庄曾韩看我一直不说话 以为我被他吓傻了 他从床边拿过来两套 Lamer礼盒 递到我面前 说道 这是我妈送我的护肤品 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诚意 就把这两盒护肤品收下 如果你 我盯着Lamer这几个字母 内心冷笑 还你妈送你的 花姐送你的 我妈平时用的护肤品是 LA Prairie 她从来不用Lamer 我沾我妈的光 也是一样 我微笑着接过她的两个Lamer礼盒 妈撒着外包装 看向庄曾韩 说道 你这Lamer狗都不用 说完 我准备带着菊姐离开 庄曾韩鼓起了掌 用冰冷的声音说道 很好 很好 你不识抬决 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庄曾韩的动作很快 没几两天 我的报应就来了 录制现场 打分缓解 四位导师给我的个人 敬眼秀打低分 并宣布我是这一轮的最后一名 现场参与录制的观众一片哗然 甚至有些人大叫不公平 但是镜头没有给他们 我甚至都知道 观众席这一段骚乱 我会剪到正片里 事后 我找到现场导演 提出了我的质疑 导演不耐烦地告诉我说 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提醒你 下次再进倒数前三 你就要被淘汰了 你有时间在这跟我掰成 不如好好提高自身的能力 如果你觉得节目不公平 你就去发奋努力 你什么样 节目就什么样 导演 我要看我那一段的现场剪辑版 如果你不让我看 我就把这事发网上去说了 你要敢去网上胡说八道 节目组告你诽谤 全行业都会封杀你 我说最后一遍 你来吧 看看你唱的 跳的都啥玩意儿 到了后期机房 我才发现 我那段出减板的素材音鬼不对了 更可怕的是 整段四分多钟 没有我的一个特写镜头 甚至XDT舞蹈天团的伴舞老师们 都有特写 而我没有 没有特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播出的时候 观众根本看不清我的脸 看不清脸 就算身处C位 也不会被观众记住 影视剧里 有不少担任女一号的人 大家明明觉得她资源很好 但就是活不了 并将这归为她的命运 其实 如果有人想毁了女一号 少给她特写镜头 或者刻意在后期阶段 剪掉她的特写镜头 就足以毁掉这个人了 这一招 太狠了 更让人有苦说不出的是 如果在这段素材上较真 简洁老师最多 也就是个工作失误的罪名 连象征性的辞退都不可能 我突然有点想妈妈了 这个恶心的活动 我不想参加了 但转念想到 装脏寒淡恶心的嘴脸 我不可能轻易服输 我坚信 笑到最后的 一定是我 我整理好心情 刚回到宿舍 却发现菊姐满脸泪水 菊姐一边流泪 一边打包自己的行李 我问她怎么回事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反而急切地告诉我 说她无意间听到了 庄曾涵他们的聊天内容 庄曾涵的干哥哥 是我们节目组的剪辑指导 我的镜头 已经被做了手脚 这些我已经猜到了 小董妹妹 胳膊拧不过大腿 你去跟涵姐他们道个歉 或许 或许还能继续比赛 如果你不去 那就真的 我打断了菊姐 对她说 你还没有回答我 你打包行李干什么 你不参加比赛了 菊姐眼神里闪过一丝黯然 小声说道 城里套路太深了 我本来 除了努力 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你们口中所说的天赋 我准备回农村老家了 你加油吧 是不是庄曾涵威胁你了 我盯着菊姐的眼睛 问道 菊姐没说话 有些时候 没说话就是说了 我懂了 因为他们想用奶茶领我的时候 菊姐替我挡了 他们就把菊姐当成我的人了 我继续问菊姐 你是不是不喜欢舞台 菊姐你别怕 只要你一直努力 我担保你功成名就 你信不信我 菊姐看着我 良久点了点头 我看着窗外 阳光被乌云遮住 这片落大的场地 仿佛烟雾笼罩的愁城 我想 庄曾涵 你又有表哥又有干哥哥 好像神六哥哥似的 我也有哥哥 而且是亲的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还搞小动作 都不用我妈出面 我都能让你在娱乐圈永远消失 但我万万没想到 连导师都是庄曾涵的人 太黑了 第二轮竞演 质问后期老师 还扬言去微博发内幕 但他们有点头鼠忌气 庄曾涵不敢运用自己的手段 直接把我淘汰掉 可菊姐就惨了 他这次表现得比上次好很多 现场的观众呼声很高 却落了的倒数第一名 经过现场投票 他直接被淘汰了 我眯着眼睛 看了一眼庄曾涵所在的位置 他仿佛感受到了 我宛如实质的目光 回头跟我对视了一眼 眼神中除了得意 就是警告的意味 好像如果我再不老实 下一个被当场淘汰的 就是我了 我站起身来 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 导演喊了一声cut 众人的目光聚焦向了我 我盯着导演喊道 我不信王贵局只有73票 我要看后台统计的实际票数 导演还没说话 坐在中间的一位男性导师火了 他厌恶地看着我 说道 我们四位导师也没有给他投票 难道你连我们也质疑 我的脑子里迅速过了一遍 这位信仰的导师 越想越好笑 于是我回应他 确实 一首成名作 吃了20年 现在还拿20年前的东西说事 我要是你 我就不敢应节目组的邀约 坐到你这个位置 站着毛坑布 信仰的导师猛地站起身 把自己桌上打印出来的节目流成一扬 说道 不录了 没法录了 说完 愤然离席 其他学员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 我知道 他们的眼神里只有三个字 你完了 可是我不在乎 这种连小学生都能看明白的黑幕 完了也就完了 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这片人把我单独叫出去 他尽量压制着自己的怒火 跟我说 节目组不可能因此停下来 这样 你去给杨老师道个歉 我保你进决赛 你看怎么样 杨老师不可能退出不录了 他拿着你们的通告费 舍不得吐出来 你没有必要这样 制片人自嘲似的冷笑一声 说道 确实 他不会退赛 但是 他心情不好 也会影响节目录制 让我道歉 可以 让我去查查菊姐的实际票数 如果真的是73票 我就去道歉 如果大于73票 让杨老师还有庄曾函 去给菊姐道歉 怎么样 庄曾函是幕后主使 你不会不知道吧 制片人的脸色 已经变成了猪肝色 他懒得跟我废话了 直接丢下一句 给你脸不要脸 你被淘汰了 收拾行李 自己滚 说完就走 我喊住他 从兜里掏出手机 打开 关掉语音备忘录 对他说 你要敢不讲规矩 我就把这段录音发出去 制片人颤抖着右手食指 对我指指点点 最后没有说出一句话 我知道 我得罪了他们这么多人 下次比赛 我肯定要被合理的淘汰掉 我回到宿舍 发现菊姐再次打包好了行李 我让她放下行李 跟我出去走走 菊姐犹豫了一下 还是答应了我 菊姐说 庄曾函刚来找过他 并给了他2000块现金 说是医药费 其实我知道 所谓医药费 就是精神损失费 这一切的懦后主使 就是庄曾函 只是我没想到 他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 连导师都站在他身后 但要说扳倒庄曾函 我们是没有证据的 可能吧 能打败魔法的 我哥虽然是一线明星 但他也比我大不了几岁 正是处在爱胡闹的年纪 况且从小就宠悟 没超过15分钟 我哥电话回过来了 说庄曾函背后是杜学冠 就是那个某一线视频网站的 电视剧总监监制骗人 是杜学冠跟导师打招呼 另外杜学冠的职位在视频平台 其实还有一家 他父亲代持的艺人公司 以及他母亲代持的 一考生培训学校 庄曾函 不是他的表妹 而是他公司的艺人 紧接着 我哥还跟我开玩笑 问我想怎么弄 是不是想C位出道 这可以包在他身上 我说 哥 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要一个公平 你找人跟节目组打招呼 我要让王桂菊复活 我的妹妹大人 我哥挂掉电话后 我如释重负 我回到菊姐身边 告诉她 菊姐 你先在附近的酒店住下 住两天 不要放弃练歌 准备参加复活赛 最多不出一周 你会重新回到这个舞台 菊姐看我的眼神有些复杂 复杂里面还多了一丝微光 她说道 小董妹妹 你你确定 我确定 我不仅百分之百确定 而且我还确定 庄曾涵的好日子 到头了 回到宿舍 在我上卫生间的时候 有人敲门 我整理好衣服 打开门一看 是同宿舍的月月和小天 他俩直接拥进来 反锁了卫生间的门 月月小声说 小董妹妹 你今天对杨老师太厉害了 嗯 还有事吗 小天开口了 说道 小董妹妹 其实没别的意思 我们就是想说 我们是支持你的 但是 我们平时不敢说 虽然我们平时对韩 庄曾涵言听计从 但是 我们也都是迫不得已的 不只是我们 还有很多敢怒不敢言的姐妹 也是挺佩服你的 大家 大家都想好好表现嘛 有些时候实在是没办法 我们不用说了 我懂你们的意思 你们放心 我完全不会介意 就算未来 你们还是站在庄曾涵那边 公开对我 我都不介意 你们能偷偷跟我说这些 我就很高兴了 真的 成名之路 总是要说一些违心的话 做一些违心的事 曾经我是不理解的 甚至感觉他们谈媚的样子 属于是人格低劣 但通过最近这些事 我都理解了 就像了不起的 盖茨比里开头说的那样 当你想批评人时 记住 并不是世界上所有人 都和你有一样的条件 三天后 菊姐回来了 并且复活赛拿到了第一名 现实的世界 就是那样现实 无论是导师 导演 还是庄曾涵 对菊姐的态度 发生了180度的变化 他们都认为 菊姐有后台 但并不知道她的后台是谁 更不知道菊姐的回归 是我哥找的关系 但这并不影响 他们对菊姐好 再一次次的公筹交错之间 菊姐好像迷失了自己 庄曾涵每天喊她一块吃饭 每天都还送她 SKP买来的奢侈品 菊姐在这些糖衣炮弹中 飘了 甚至在她一次醉酒的深夜 她坐着庄曾涵的 马沙拉蒂回来 我去门口接她 她一把甩开了我的手 嘴里嘟嘟囔囔着 滚 没看到涵姐 涵姐扶着我了吗 你 你什么东西 菊姐的一番话 惹得庄曾涵 以及她身后的人 阵阵嘲笑 生生扎心 不绝于耳 而且菊姐直接撇过我 去了庄曾涵的房间 我有些恼火 但又没有特别恼火 或许这一切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吧 凌晨12点多 菊姐给我发来了一条短信 上面写着 小董姐姐 我是想取得庄曾涵信任 找出一些证据给你 我们再扳倒她 你善良 性子又直 可能不善于戴上假面跟我配合 我不提前告诉你 只怕你眼砸了 所以你懂的 就这几天了 你等我消息 其实菊姐没有必要这样 我就算再不懂人情世故 我一个从小就耳濡目染圈内生态的人 也能处理好一切 她想用自己的方式保护我 我还是有些感动 死后的日子里 菊姐又找过我几次 跟我分享庄曾涵的乐性 其中有一件事 让我感到毛骨悚然 原来 庄曾涵不止给我送过Layman 给其他很多女孩子都送过 凡是接受了的 就被她当做自己人 并把这些所谓的自己人 送给各种油腻老男人陪酒 以获得更多资源 凡是没有接受的 就会成为她的敌人 她会想尽一切办法 将敌人踩死 第三次进演的通告出来了 时间定在一周后 节目组为了让我们的台风更好 也为了让我们不怯场 专门找来了表演老师 给我们进行三天的封闭强化训练 这次授课的王老师 是专门培养一考生的培训机构老师 他很出名 多年来 培养了数百位同学 考上了国内知名的电影学院 戏剧学院 让我大跌眼镜的是 这位授课老师 又是庄曾涵的熟人 他亲切的喊他为师兄 这位王老师 让我们所有人集合在封闭场地 一番自我介绍之后 下了第一道命令 全体脱衣 绕着场地跑试圈 庄曾涵娇滴的说道 师兄 这个训练 我就不参加了吧 王老师神秘的笑了笑 说道 当然 当年你一考的时候 已经参加过很多次了 随后 他看向我们 补充道 大家可能不理解 首先 只有摆脱耻感 才会让你们的台风 变得更加自如 如果你们连这一点羞耻心 都放不下 那只能说明 你们不适合吃这晚饭 其次 你们的合同里有保密协议 这个地方 没有任何录像设备 你们不用害怕暴露隐私 最后 开始 女孩子们开始窃窃私语 显然对这个裸奔训练法 表示怀疑 但王老师又说了一句 打消了他们大多数人的疑虑 可以不参加 我只能说 这个培训是否合格 将直接影响 你们下场比赛的考核 女孩子们开始 稀稀苏苏的整理衣服 而庄曾函 拉着菊姐找了个位置 坐了下来 像评委一样 观察训练的学员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打消耻感 还能用这种培训方式 如果打消耻感 需要赔上尊严的代价 那么这种培训 一定是邪恶的 我看向王老师 明确告诉他 这一场我不参加 王老师扫了我一眼 嘲讽到 注定淘汰的选手 可以不参加 我没再搭理他 直接离开了这里 但我没想到 下一个封闭培训项目 更变态 第二次培训 封闭场地 多了两条 关在笼子里的大狼狗 狼狗吐着舌头 胸态毕露 王老师指着两条恶犬 说是为了 让我们的表演更加自然 要学会跟动物打交道 这样不仅可以摒弃畏惧心理 还能与自然合一 让舞台表演更有张力 考核很简单 谁敢去打开笼子 表情自然地摸恶犬30秒 即合格 废话一套接一套 用理论之名 行无耻之识 前几个鼓起勇气的小姑娘 走到笼子旁边 就被犬吠声下退了 而庄曾涵 仿佛是两条恶犬的亲人一样 他走过去 恶犬乖乖趴在地上 任由他抚摸 也不知道庄曾涵用什么方式 只见他蹲在恶犬耳边 气气思语了几句 恶犬就没再对其他 勇敢上前的女孩子狂吠 更巧的是 轮到我过去的时候 两只恶犬赚了信一样 对我狂吼 庄曾涵看着我 眼神里露出坏笑 说道 懂姐 不敢呀 我可以教你一个办法 一切都是为了艺术嘛 我确实不敢去摸这两只狗 更不认可这种培训方式 我问庄曾涵 涵姐是不是经常为艺术现身 什么狗国都能降服 当然 只要是家里养的狗 都没问题 庄曾涵说的斩钉截铁 打赌 赌什么 赌你不敢摸我家的狗 赌注是一辆保时捷911 如果你能抚摸我家的狗狗三秒钟 我输给你一辆 顶配911 或者折线400万都可以 如果你不敢 就退出节目 不知道为什么 我刚说完这个赌注 身后十几个女孩子热烈鼓掌 还起哄让庄曾涵答应 庄曾涵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像是被架在火上烤一样 片刻他咬了咬牙 答应了 只是 当我找人把我们家的比特犬运过来之后 庄曾涵当场就怂了 他说比特犬是烈性犬 不能算作家养的 赖账就赖账嘛 何必找借口 我又不会真的逼你退赛 就算是逼你退赛 也是在舞台上 而不是这种场合 第三轮竞赛的前一篇 菊姐悄悄找上我 说已经摸清了 庄曾涵会怎么对付我 因为第三轮是现场直播 庄曾涵已经安排好了自己人 准备把我早已准备好的伴奏 换成其他的曲目 这还不算完 万一被换上的陌生曲目 我也能完整表演下来 他还安排了人把电线 这样一来 我在台上手忙脚乱 在直播过程中出镜扬相 射死都是小事 甚至还会导致播出事故 未来不会有哪个舞台 再敢给我提供机会 我将计就计 陡然听到陌生的伴奏响起 他慌了 但是这种场合 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 他强撑着 跟着不熟悉的伴奏又唱又跳 姿势尴尬 声音跟不上节奏 但让我不得不佩服的是 他随机应变的能力很强 唱到一半 假装摔倒 并且晕了过去 真是一个好演员 把坏事扭转成好事 让大家看到他的努力 博取不明真相观众的同情 真是好手段 不过没用了 没表演好就是没表演好 他不出局 我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唱跳 自信超常发挥 不至于被淘汰 但最终的结果属于是意料之中 又在意料之外 我被淘汰了 而庄曾涵 屈居第二名 竞演结束后 庄曾涵单独找上我 冷笑着对我说 四个导师 三个我的人 你做那些小动作 有用吗 虽然这次我是第二名 但总决赛 C位还是我的 而你 卷铺盖滚蛋吧 庄曾涵说完 大笑着离开了 既然飞成这样 那我也就没啥好顾及的了 我不会再整一出复活赛 我就是想看看 节目组会以什么名义 宣布庄曾涵自动退出决赛 他满怀期待的C位出道 终将是海市蜃楼 成团的前一夜 庄曾涵果然消失了 节目组给他安排的名义 是因病退赛 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 本来在我被淘汰后 我给我妈的艺人水水姐 讲了这件事情 水水姐给节目组打招呼 轻描淡写的说了一下 庄曾涵的名字 就结束了 按道理来说 庄曾涵应该是可以参加总决赛 并在总决赛中成团失败 驱入退场 没想到节目组还是保全了他的面子 以他生病的名义 直接退赛了 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 他未来仍然可以顺利的 参加其他综艺的选拔 并且还能讲一个 关于生病的遗憾的故事 不完美 我很不高兴 那我只好带着我哥 去拜访庄曾涵背后的表哥杜学冠了 向他建议 放弃这个艺人表妹 杜学冠当场交出了 庄曾涵的艺人合同 表示取消他的所有广告代言 未来也没有哪家公司 再敢给他机会 并求我未来多多提携他们公司发展 我不置可否 告诉他以后看情况吧 两个月后 摸清楚前因后果的庄曾涵 找上我 求我给他个继续在圈内吃饭的机会 我笑眯眯地问他 你不是花姐的女儿吗 花姐的女儿怎么会缺少机会 听我这么说 庄曾涵直接跪下了 说道 对不起董姐 我鬼迷心窍 冒充您母亲的女儿 其实 一切的一切 都是杜学冠指使我的 我也是个受害人 求求您 原谅我 庄曾涵声泪俱下 坦白了一切 他说 冒充我妈私生女儿这个主意 是杜学冠交给他的 因为就算有人怀疑 别人也不会去向我妈求证 到底有没有这个女儿 毕竟是私生的 况且 他也从来不会明目张胆地去冒充 只需要在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地点 通过别人的嘴巴 将这一消息透露出去 等其他人向自己求证的时候 微笑不语就够了 然后大家就会以讹传讹 越传越离谱 再加上庄曾涵的资源确实不错 大家有目共睹 传着传着 就成真的了 这个圈子里 从来都是真真假假 大呼有横行 太老实 反而吃不开 庄曾涵还说 他曾经是杜学冠公司的艺人 自己只能拿到收入的10% 剩下的全部归公司所有 这个不平等的合约 一千就是二十年 他也没办法 因为他表面上和杜学冠是经济关系 实际上已经被杜学冠 胁迫了十年之久 当年他参加一考前的培训 杜学冠那时候 是北京某一考培训学校的校长 杜学冠借着学习表演之名 先是猥亵了他 看他唯威落落 更加大胆 后来霸王硬上弓 还录了像 就像裸奔训练法 摸狗训练法 全部是杜学冠以培训之名 发起的服从性测试 上大学二年级后 杜学冠威胁他 如果不能成为他公司的艺人 就将录像公布在他的乡亲们面前 如果愿意成为他公司的艺人 不仅能得到他的行业资源 助力他成为大明星 那些录像 还将永久的成为秘密 庄曾涵涉于杜学冠在行业的地位 不敢忤逆 只好一切听从杜学冠的安排 听到这里 我手脚冰凉 问他 这么多年了 你就没想过报警 庄曾涵脸色惨白 沉默了一会儿 说道 想过 但是 我不敢 因为我也助纣为虐了 那时候 他让我看到漂亮的女孩子 就让我送雷蒙礼盒给他们 然后骗他们加入公司 杜学冠用对待我的方式 对待那些懵懂的女孩子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庄曾涵明明是一个受害者 不拿起法律武器 惩治恶人 既然还要拉 更多无辜的女孩子下水 其实他们有一部分人 也不算无辜 都是利益交换 他们是自愿的 不自愿的那些女孩子 我从来没有胁迫过他们 还偷偷把他们放了 庄曾涵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 补充道 那有没有不是自愿的呢 有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我没有任何退路了 我已经两个月没有收入了 我再去找度学管 他说是你这边发了话 不敢再收我 也不发我本来属于我的劳务费 还拿录像的事情威胁我 我没办法 庄曾涵说着 眼泪又掉了下来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我指示着庄曾涵的眼睛 问他 庄曾涵举起右手 说道 我发誓 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所以你想在我这里得到什么 董姐 能不能 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我 庄曾涵可怜巴巴的看着我 我想想吧 我好像明白了 当初我妈阻止我进入这个圈子 可谓是用心良苦 入圈不易 出圈也不易 摸爬滚打 一身血泪 进入名利场 见惯了灯红酒绿 习惯了舞台的耀眼灯光 再让他们去过平凡人的生活 那简直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经过一夜时间的考虑 我主动联系了庄曾涵 我同意给他一个机会 但条件是 他必须把杜学冠的罪证罗列出来 发微博指控 让他身败名列 与此同时 联系所有被杜学冠猥亵过 但没有维权的女孩子 共同声讨 把杜学冠的恶行统统解开 最后 报警 庄曾涵有些犹豫 我知道他的顾虑 还是录像的问题 我告诉他 杜学冠不敢拿自己的未来来报复你 因为他一旦公布录像 最佳一等 说牢底坐穿也不为过 他就算为了少做几年牢 也不敢随便公布 甚至会抓紧时间 粉碎这些证据 庄曾涵决定照我说的做 他痛斥杜学冠的长微博 引起了巨大反响 二十年来 被杜学冠骚扰过的一桃女生 也加入了声讨行列 一个月后 杜学冠被依法刑拘 庄曾涵介人气热度 成为了女主播 菊姐接到了新通告 而我在家里躺着 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